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公布的最新的民调在上小时我们谈 但是我们还是再看一下 那么这里头主要可以看到 果然还是像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赖清德的支持率的部分还是继续的下滑 那么柯文哲的部分继续上升 但两个人相差只有0.1% 29.9跟29.8 此外比较还是亚裔的 还是说这个也是预期中的 但是这个数字是创新低 那么侯友宜来到16% 上一个最近的是17% 继续的下滑 我们可以比照对比这个TPBS 同样这个民调的整体的趋势 先看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的部分状况 大概也都是还是30%左右 那么对于柯文哲的当中 TPBS在上次最新的民调当中 柯文哲是跳升了10%之多 而且甚至来到领先的局面 而侯友宜在当时已经确实就下滑 当时是23% 当然现在在正传媒来到16% 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部分当然都知道 侯友宜昨天在接受赵乐康先生的访问的时候 可以说是放大招 把五个主要诉求一次丢出来 这当中最关键的还是来自九二共识 终于说了 那么只不过一说出来 当然希望能够表态 让所有蓝赢的基本盘能够回归 只不过当然毫无疑问 在第一时间当中的部分 大家在想一旦丢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压力就来到柯文哲了 因为对于九二共识 或包括像先前服帽货帽的部分 那么这个都会两个人 应该就要来抢这个主导权了 但是在此同时当然毫无疑问 第一时间绿营的部分 马上就出来直接一起打九二共识了 那么林静先生就特别提到了 说压力会到柯文哲了 那么侯友宜支持九二共识 赖清德绝不支持 那么来看到张志豪也提到说 宪法跟九二共识绑在一起 把台湾送到中国的口里 那么这些都不意外 那么洪生汉也说 拉回到马英九时代刘世芳说 那么侯友宜你是本土弟子 家义出身 你的本土意识何在 各种的批评还有质疑 除此之外 当然现在究竟选战 但慢慢接下来一如过往 是不是又会回到两岸 会有到所谓的这种 戴红帽子这种可能性 因为最近可以看得到 又民进党方面又再次提出了 中国是强化讨厌民进党的 这个最大的挑战 他们提到说 中国利用各式各样的信息渗透 来强化讨厌民进党政府 他们现在把台湾的 这个讨厌民进党 不是都是我们现在基层当中的反应 他把这个连结 说是中国在主导的 中国在控制的 而这里头甚至还包括法令 那么针对于现在与政治方面 有防境外敌对的 这个所谓的反渗透法 最高检举奖金是2000万 有没有可能现在只要涉及到 这个所谓这种渗透 刚刚的意思就是 讨厌民进党批评民进党 这个部分就是背后 就是中国势力的渗透吗 而会不会法办呢 这里头有2000万元的奖金 包括选举赌盘介入这些 当然现在警察总长也表达说 这个东西重金 重金 奖金 主要是要贺阻那些 要妨害选取的有心人 也有些安抚的部分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都知道韩国瑜那个时候 针对于王立强的共谍案 当时把它连结跟扣在一起 那么营造一个整个 包括在台湾方面 对于中国 乃至当时香港问题的 这个部分的敌视 所以当时的这个共谍案 已经接近四年下来 事后证实根本就是一个 乌龙共谍案 所以包括当时的相亲夫妇等等 整个人家被困在台湾这里 所以但是这个部分 是不是在九二共识 现在更明确了 侯友也说出来了 未来抹红的手法 还是会持续的出现了 那么蔡英文在2019年 当时也说 那么中国介入台湾选举 非常明显 随着每次选举当中 吴钊燮也说 中国侵蚀我国的民主政体 各式各样的说法 我们现在还没有感受到 但是已经有这个氛围来了 不过讲到吴钊燮又不得不说 最新的一个在国外的 我们的台湾同胞发生的状况 是什么呢 由卫士昏迷 他们的这个家人 联络了我们在驻瑞士的 这个外交的机构 希望他们能够协助搬行李 结果外交部说 超出疾难救助范围 是怎么样 我想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 只要台湾同胞在外面 发生了一些紧急的状况 我们驻外机构人员好像都还是 这种行政的作态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现在国际间引起很多讨论 是台湾的这个小马青少棒 他的冠军因为 因为他们打败了日本 我们来看这个过程 因为他打败了日本 可是日本就有抗议说 是中华队 我们中华队 违规使用球棒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结果大会联盟 撤销我们的这个冠军资格 用日本来逮捕 结果发生这个事情 怎么回事 结果竟然是中国大陆跟香港 有四个队伍力挺 我们台湾出现的这个小将 那么抗议向大会成情抗议 所以这里头 台湾方面在先前 这消息没有传出来之前 是什么话都没有反应 那么现在当然中华棒协说 已经在6月30号 跟美国总部提出申诉了 所以每次只要涉及到 不是在政治操作的 民进党可以政治操作 包括我们的同胞在外出现状况 包括我们的少棒队 我们的青少棒队 在那里遭到人家欺负 我们都是漠视或做事不管的吗 所以这里头其实包括 王侯卫最近也踢爆 那么先前包括徐子 徐鸿廷也同时也都是这个消息 都踢爆说 这里头有人举报 我们对于一些台湾的资金 跟半导体技术 奉送给立陶宛 那么这里头是一个 立陶宛要求我们要签订 这个合作备忘录 然后又次大开口 要求从65万欧元 暴增到1400万欧元 而且要求我们要 无偿提供8寸晶圆技术 给立陶宛 而且说如果你们不提供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怎么的 有威胁的口吻 所以台湾始终在这个凯子外交 因为当时徐鸿廷 他接到这个抗议 在那个时候 我是当场在旁边 王侯卫这次又同时举出 所以真是让人看到 整个民进党在这次选举当中 自己在外交当中自顾不暇 还持续在抹红 周明兄怎么看 我们的青少棒队 在日本辅导线 而且在辅导线 比赛的时候得到冠军 击败了中国队 香港队 日本队得到冠军 结果日本队输了不甘心 说我们的球棒不合格 那就日本的主办单位 竟然取消我们中华队的 这种冠军资格 结果帮我们去抗议的是 中国三个球队 因为中国大陆有三个球队参加 香港队四个球队把我们去抗议 请问一下吴钊燮抗议了没有 蔡英文抗议了没有 还有王定宇 林俊宪 刘世芳 没有 谢长廷 朱乐代表 人跑到哪里去 都没声音 只要碰到日本的 一定是静悄悄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狗腿之现象 接下来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上海 被取消资格 是不是全台湾岛发动大抗议游行 碰到日本的乖的跟狗都不如 很可恶 到了立陶宛到底给我们什么好处 帮我们建交吗 承认我们吗 都没有 双手空空 在台湾成立一个贸易代表处 还不敢讲立陶宛 我们台湾在那边设了办事宿 还叫台湾人代表处 我们是流亡政府 怎么台湾人代表处 是莫名其妙 台湾代表处也可以 台湾人代表处 你刚才台湾流浪国代表处好了 莫名其妙 就要塞了这么多钱去 上权辱国卖台集团 就是这些民进党 今天为什么大家那么恨民进党 就是胡作非为 两件事情加起来都胡作非为 然后整天 中国这里不对那里不对 那为什么整天卖那么多货 到中国到底赚钱 你明天告诉我什么鬼 所以这一场的2024的选举 就是支持民进党 跟反对民进党的对决 并不是支持国民党 跟反对国民党的对决 也不是支持民众党 反对国民党的对决 是支持民进党 跟下降民进党的对决 任何候选人只要站到 反对民进党的最前线去 一定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柯文哲从蔡英文批评到 赖清德到新潮流到民进党 无所不批评 然后高级的重启胡卯 所以他的民调 才会得到这么高的支持度 因为重点不是在内容 重点是他代表 他是反对民进党的投奥品牌 那好 今天那个侯友宇也跟上来 他至少九二共识 核能等等了 也跟上来了 所以侯友宇应该可以止跌 不会再往下跌 再跌都就没细暢了 16%了 再跌小金子就变小铜子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有很多人在抨击九二共识 恭喜侯友宇 讲对 表示侯友宇你做对 都是民进党的攻击 民进党不理你 就表示你被抛弃了 民进党全党来攻击你一个人 表示你做对 加油 还有这个刘思旺说 你嘉义出身的台湾子弟 你本土意思何在 民进党只要讲到本土意思 不是真正的本土意思 就是台独意思 说不客气 我家1621年到台湾 你刘思旺根本是外省人 后来人 外来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对不对 说是不客气也是这样子 台湾汉族里面 比我家还早来台湾 来台湾讲 数不到一% 而且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些人 叫动不动本土意思 就像搞台独 问题搞台独是不会成功的事情 你们蔡英文自己都很清楚 为什么要用搞 因为论人就有选票 不管这些重点不在这里 有没有办法 会不会再产生这个 所谓王立祥事件 不可能 不排除 如果今天柯文哲赢的话 搞不过就把以前民进党 打柯文哲的活摘器官 都都搬出来了 如果侯友宜赢了 就说你看你枪杀郑兰龙 对不对 什么事用出来 怎么可能不可能搞 对不对 当时柯友宜也不够小警官而已 就跟着队伍说 有人说郑兰龙有问题 他就跟得去而已 对不对 结果呢 觉得柯友宜还没有正为第一品牌 所以开始在打他 打柯友宜表示柯友宜的行情 柯文哲表示柯文哲的行情 那所有的反对民进党一定会在看 到最后谁跑到终点站 是第一个品牌可以打败民进党的 一定板块移动支持他 不管他是谁 打败民进党是今年第一要务 要不能像谢长廷这些人怎么当官 赛云刚才迟到在批評柯文哲 火灾器官 我想观众朋友都一看都忘了 这民进党在打人的招什么都有 班教授 其实我们要特别请你 也帮我们看一下 其实在这次传媒民调当中 当中最新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侯友宜还是16% 那么当然这是在我们昨天 他这个五大招之前的调查 后面还可以观察有没有回升 但是也看无论如何 那么跟TVBS当然有点距离 可是无论如何 现在真的柯文哲跟赖清德 或者赖清德的状况 感觉起来基本盘也不见得 不会每下欲框 赖清德已经到天花板了 他要再上去很困难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赖清德 打赖清德打得对的话 赖清德举止往下降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高的 他的趋势是只会往下 不会往上 因为他的天花板就在那里 那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强调说 天花板就在那里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讨厌民进党 想让民进党下降是将近七成 甚至很有可能会超过 七成的台湾民众的心声 对 这个跟大陆无关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对于民进党的傲慢 对于民进党的嘴脸 对于民进党的那一套手法 例如说你刚刚谈到了这个青少棒 对啊 这个真的气死了 日本人欺负我们台湾的青少棒 而青少棒在我们台湾的人 在我们老一代的人里面 那个感情很深的 我们是从小看的这个 少棒队长大的 我们看的这个红叶少棒队 那种情感我们是很深的 那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对青少棒 还是热爱的 还是喜欢的 而民进党这样碰到日本人 就这样子背躬屈膝 宁可让台湾人被欺负 也不肯一声 不肯一声 而今天 今天却是香港的 大陆的这些到美国 去硬挺台湾的青少棒队 民进党盖不住了 然后被抖出来了 然后被抖出来以后你看 这个时候你说台湾的人气不气 民进党气嘛 对 讨厌不讨厌民进党讨厌嘛 要不要让民进党下架 当然要让民进党下架 好 所以我觉得赖兴德来讲 他的天花板早就到了 他只会往下走 不会往上升 现在的情况是 目前两位要把赖兴德 拔下来的 一个是柯文哲 一个侯友宜 对 那问题就在于 现阶段是柯文哲领先 侯友宜落后了 可是我觉得侯友宜 把整个战线 拉回九二共识在昨天 在踢台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因为九二共识 我敢笃定的说 柯文哲嘴巴吐不出来 没错 柯文哲的嘴巴 吐不出九二共识 而侯友宜好好的打 这个九二共识的话 把整个战略的焦点 卷在九二共识 因为上一次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敢打九二共识 所以回避战场 让整个战场被民进党掌控 全部拿走 现在侯友宜正面的 我拿九二共识跟你耐心得 甚至跟你柯文哲来交锋 我觉得如果一打二的话 侯友宜绝对占有胜算 因为九二共识经历其考验 为什么 在马英九时代的时候 九二共识就经历其考验 更何况时过到今天 大家已经发现 民进党不要的九二共识 其实让台湾春步难行 让台湾春步难行 让台湾的外交空间 让台湾的大陆空间 让台湾的所有的空间 都被萎缩到极致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没有九二共识 台湾根本走不下去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走对了 不过我补一点 我觉得侯友宜对于兵役制度 应该再进一步的深论 也就是说 一旦他明年当选 他一上任之后 还没有当一年兵的 也就是说 原来是要服一年兵的 只要你还没当兵 全部回到四个月 但他今天又改口 说他其实还是支持兵役 因为美国压力 他要有足够的气魄 就是要不能够同工不同筹 为什么说同工不同筹 既然都要打仗 那怎么自愿意的拿四五万块 而一无意的拿一两万块 这没有道理 既然都要打仗 当然要同工同筹 要不就是所有连当兵的 一无意的也都拿四五万块 要不就是拿四个月 当四个月的兵 你就是拿几千块 我觉得侯友宜应该站出来说 我只要当选 全部回到四个月 全部回到四个月 而已经服一年的 国家赔偿给你 对 那要说的意思 其实就是在所有这些政策 不只是现在丢出来放大招 还要有进一步的说明 而且其实大家应该也都会问 所以各方面来讲 包括兵役的部分 将军怎么看 如果说兵役的部分 我觉得诞成 侯友宜 侯友宜讲了四个月 其实侯友宜不用回头 也不用说收回这句话 不要怕 就勇敢讲出来 我绝对支持你 以我在军中二十几年 从新兵训练带到实兵部队 我猜清楚这兵役了 我特别讲 说这四个月赶成一年 只有五星 第一个 年轻人担心 年轻人忧心 他的未来怎么样 他去当这一年兵怎么办 第二个 家长担心 这一年如果万一打仗的话 我儿子怎么办 家长担心 第三个 我跟你讲 干部操心 为什么 这些兵来以后 其实都是宝贝 现在年轻人都是宝贝 到我营区里面来 有闹情绪的 想不开的 有兵变的 然后你操他又不敢操他 操他他又给你动不动 申诉一下 告一下 其实是干部在操心 再来老美开心 对不对 改成一年的兵役 对 符合美国的这种需求 兵源目前好像增加了 结果老美好像很开心 最后我跟你讲 解放心是平常心 对不对 他根本不在乎你 他知道你训练不出来一个什么 什么提升不了多少战力 我有那时候应该 提升不了多少 其实你说四个月变成一年 一年也不过是真的十亿能够当兵的日期 扣掉休假就两百多天 你这个再加上去救灾干什么 多不了多少战力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解放军他是平常心 我特别讲 这个九二共识 我觉得宏有瑜讲得很好 他可以把九二共识做一个 很明确的说明 不要让民营党把九二共识污名化 民营党的九二共识就说 九二共识就等于是一国两制 没有人会赞同一国两制 第二个国民党以前也没讲清楚 对不对 一中各表 我们讲一中 那其实老公他们在讲各表 对 要不然老公不讲各表 我们讲各表 他不讲各表 今天我觉得侯宇讲得很好 就是说两岸 对不对 我们互相不承认对方的主权 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对方的自权 我觉得这个解释就解释得很好 另外民营党很多的骗人政策 现在都暴露出来了 核能政策 对不对 2025非核化 其实已经是骗人的 现在来讲的话 侯宇很勇敢的说出来 我们台湾就是需要核电 甚至于重启核四 我觉得这是一个 才真的是一个汉子的表现 一个汉子应该讲的话 是